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 传说古代日本存在的人类和妖怪两个次元 妖怪居住的地方和人类是重叠的 但很少会有机会人类直接撞见妖怪 只有到了幽暗的森林 夜晚的城外 妖怪才会偶尔的突破次元壁 来到人类的世界 就像赶庙会一样 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人类眼前 这就叫做白鬼夜行 据说亲眼见过白鬼夜行的人 都会遭到诅咒 无缘无故的丧命 又传说日本官方为了对付这些妖怪 先是从大唐学来了儒学 建立起了国家 想用文化来驯服妖怪 同时也从大唐进口了印度佛学 建立起寺庙 想用佛法来镇压妖怪 但似乎都不太行 到了天皇迁都平安经以后 官方重建了阴阳寮 用阴阳寺来对付妖怪 果然在实战中证明 还是阴阳寺的法术最有效 而阴阳寺当中却又有一个 更加可怕的传说 那就是那个法术最高强的第一阴阳寺 竟然是个半妖 他叫做白狐之子 安倍勤明 为什么对付妖怪最厉害的人 是个半妖呢 妖怪能和人类产生后代吗 那这些妖怪究竟是什么呢 揭开这些迷雾 我们竟然发现 除了日本妖怪 安倍勤明还用他的白狐之子 这个身份 给我们讲了一个 三害经中 中国妖怪的真相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些人类和妖怪的故事 从前波魔国有一个和尚 号称智德法师 他非常的厉害 会操纵士神 士神是什么 翻开惊喜物语 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故事 有一次 一艘前往平安京的船 在海上遭遇了海盗和妖怪 只有船长和他的水宠 跳海逃生 躲过了一街 他们游到了岸上 船长就坐在海岸上不停地哭 智德法师了 他正好路过 就大声地骂 哪来的大老爷们哭什么哭 船长就讲了 昨天晚上遇到海盗和妖怪的经过 智德法师突然转过脸去 对着空气说 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去把他们抓回来 船长心想 这个怪和尚跟空气说啥了 但表面上 他还是边哭边感谢法师 恳求法师帮自己抓回海盗 接着 法师对着海面写写画画 然后冲着那个地方开始念咒语 不一会法师回过神来 还让船长多顾几个人 在这里不分日夜的看守五六天 果然到了船备截走的第七天 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了一艘船 船上有很多带着武器的人 他们都像是喝醉了一样 横七竖八地躺着 船长一看 这不正是那些海盗吗 这就是智德法师操纵士神 完成的一场抓捕行动 士神本来也是妖怪 但他们被阴阳师操控以后了 就变成了专门猎杀妖怪的傀儡 智德法师会让士神隐身 所以才出现了海滩上 对着空气说话的那一幕 海盗被送到了官府 智德法师对他们说 今后不许再犯罪 这次本来应该了断了你们的性命 但是我是僧人 算你们走运 如果再犯 你们的下场就跟那些妖怪一样 突然海盗中有一个硬骨头说话了 他告诉智德法师 你以为你的阴阳术已经天下无敌了吗 你有问过土域门的安倍勤明吗 说话间 这个海盗变成了一阵青烟消失了 故事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我们找到土域门的线索以后 很快又从今夕物语上 找到了另一段记载 平安经理土域大陆的北边 西洞院大陆的东边 有一座宅宇 传说这是鬼门的入口 妖怪偶尔会从这里冲破次元壁 直接闯入京城 而镇压这座宅宇的主人 正是安倍勤明 这就是他的家 叫做土域门 这天一个老僧人 带着两个十来岁的童子 来到土域门 他们见到安倍勤明的时候 勤明正在推演星象 头也没有抬 问他们哪里来的僧人 僧人说 从波摩国来 向来学习阴阳之道 勤明还是在低头推演星象 没有打理法师 但他已经知道 法师身边的那两个童子 就是士神 于是勤明向法师鞠躬四翼 然后说 知道了 但今天没空 你快回去吧 选个吉日再来 想学什么 我都教你 说话的过程中 秦明的双手在衣袖中 结印司法 法师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 他就说 那太难得了 说着 起身就走了 秦明来到院子里赏话 他等着法师回来 果然 不一会儿法师的车又回到了秦明的门前 法师走进门对秦明说 跟我一起来的那两个童子突然不见了 请交出来 秦明说 师父你可争斗 我怎么会抢你的童子了 我又不好泪一口 法师的额头都开始冒汗了 又说 请秦明宫宽宏大量 秦明也说 好吧 师父 你带两个侍神来替换 确实不合适 说着 双手在袖子里结印 解除咒语 不一会儿 两个童子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法师看到童子 这下真的服了 他说 能使唤侍神 已经很难得了 能把别人的侍神引申 还变成自己的侍神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实在是高明 说完 法师写下明帖 甘愿拜在土狱门门下 成为弟子 冰帖上赫然写着 僧人自得 当时安倍秦明的阴阳术 到底有多厉害 没人能够说得清 但这个故事当中说 日本一等一的高手 智德法师 在秦明面前就跟若姬一样 他以为操控四神 让四神隐身 这就是最顶尖的阴阳术了 结果在秦明这里 他见识到了 他想都不敢想的阴阳术 那秦明又是怎么学会了呢 我们接着看 今夕物语上的下一个故事 贺茂中行是个天文博士 精通天文立法 星象占卜 就连中国最先进的 会心时辰 他也很精通 还掌握了白泽精怪图 能够看见妖怪 斩杀妖怪 还能够设立结界 抵御妖怪 有一次中行夜里坐车去下渡 也就是平安津南边的郊区 那里经常会有强盗和妖怪出现 中行在车里就睡着了 突然弟子发现不远处 有一群恶鬼从车子前经过 这不就是白鬼夜行吗 弟子立刻叫醒了中行 中行一看不得了 如果撞上白鬼夜行的队伍 自己和徒弟怕是凶多吉少 于是中行赶紧施展阴阳法术 将车子用结界包裹起来 总算平安地通过了 当时这个弟子只有七八岁 中行惊奇地看着这个小孩 要知道 普通的阴阳师 即使勤奋练习 至少也要二十年 才能看见妖怪 而且也只是看见一个 大开的轮廓和气场 但眼前这个小孩 他竟然天生就能 远远地看见白鬼夜行 实在了不起 从这以后呢 中行毫无保留 把自己的法术 全部传授给这个弟子 而这个弟子 正是安倍勤明 安倍勤明的身世 非常的神秘 四十岁之前 除了上面这个故事 他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的记录 有人说 他是著名浅唐使 阿倍中马女的孙子 阿倍中马女在大唐 跟着九尾狐学会了阴阳术 然后安排九尾狐来日本 安倍勤明恰好是白狐之子 所以他的阴阳术才会这么厉害 这个故事我们在前面分享过 也有人说 安倍勤明的父亲是贵族 母亲是一个来自 信田森林的白狐妖怪 叫做葛叶 在一本视听时代的古籍上记载 葛叶从白狐幻化成人形的同时 生下了安倍勤明 难道安倍勤明就和山海经理的九尾狐一样 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上面那些故事都是后人瞎编的吗 但是日本的土狱门家一直延续到今天 勤明文章 历代雕像 画像 神社 手稿 也都有图有真相 那这样一个四十岁突然出现的白狐之子 最强阴阳斯 他的身世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了 就像有人故意删除这些妖怪故事一样 于是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些资言片语 充满了似是而非的神秘感 这种神秘感 是不是也很像中国的山海经呢 山海经也记载着很多似是而非的妖怪 这些中国妖怪和日本妖怪的背后 是否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了 继续寻找 我们从一本日本教授的书中 找到了线索 书中给白狐之子的传说 做出了一个很现实的解释 说是在平安时代 日本土著中 有一个叫做傀儡子的集团 他们在各地穿行 集团中有一类女子 叫做白拍子 跳舞跳得非常好看 祭司的时候很受欢迎 所谓的白狐 就是一位貌美如花的白拍子 他叫做葛叶 葛叶在某场祭司当中 被安倍家的贵族强取 留在了府中 后来生下了安倍勤明 本来安倍勤明就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私生子 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和他妈妈的身世 但接着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传说 安倍勤明小时候 有一次正在跟着他的父亲学习 突然有下人报道 有妖怪闯入了葛叶夫人的卧室 推开房门 这哪里是什么妖怪 这不正是露出狐狸尾巴的葛叶夫人吗 葛叶卷着雪白的狐狸尾巴 深情地看着安倍父子 他只留下了一首歌 然后永远逃入了信田森林 人妖有别 隔着两个次元 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 这是统治贵族们 对土著居民的一种污蔑 贵族认为土著不是人 是妖怪 虽然能和人类生下后代 但永远人妖有别 作为文明人 作为守护文明的法师 你必须降妖除魔 为什么安倍勤明特别擅长操控世神 为什么他从小就能看见鬼 因为他是白胡之之 他能与土著门对上话 传说安倍勤明居住的土域门 是镇压鬼门的地方 在他家里 到了晚上或者下雨天 窗板就会自动落下 勤明出门的时候 门还会自动关闭 这些都是隐身的士神 在帮勤明工作 勤明有很多士神 其中最厉害的是12个 栖息在一个叫做 一条立桥的地方 这也许是在说 勤明的土域门 其实是一个土著妖怪们的避难所 平安经当中的和平饭店 教授还在书中举例 大将军板上田春马履 一举击溃虾仪主力 活捉虾仪首领 这个时间被称作封印鬼门 原奈光退治土之珠 这个土之珠 指的正是学居土著 还有传说中九吞童子是一个大妖怪 在丹波国大江山聚集了很多妖怪 这其实就是日本的水泊梁山 当时日本除了几座重要的城市 城外的乡村基本没有城墙的保护 强盗 屠住 烧杀抢月的事情天天在发生 官方无力管制 就污蔑他们是妖怪 让百姓远离他们 这是不是也符合智德法师不杀海盗 只杀妖怪的做法呢 为什么智德法师斗不过安倍秦明 因为秦明并不是什么斩杀无数妖怪的最强阴阳师 而是一个能缓和人妖冲突的大学士 天文学家 让一个像秦明一样的伴妖 出来缓和土著与贵族的冲突 这样也才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日本神道文化 虽然来源于阴阳来源于如是道 但又非常的另类 好了 如果这位教授的推论成立 那么另一个更可怕的推论也就浮出了水面 日本妖怪来源于中国 那这种把土著污蔑成妖怪的做法 是否也来源于中国了 《山海经》会不会也是一本被删除到无法看懂的降妖书籍了 《九尾湖》不断地被出卖 无知其被大禹当成了电击的江心石 防风是仅仅因为迟到就被灭绝 在前面的故事中 我把这些故事幻想成人类与天神的斗争 是天神谢幕人类称王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中删干净的这些故事 只留下标题给你 但是日本人的故事中 却给你留下了一些非常现实的线索 原来《上古妖怪》可能是一场人类与人类的战争 一群标榜文明的人类消灭另一群被污蔑为妖怪的人类 也许我们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阴阳术斩杀他们 也许我们用强大的文化铜化了他们 也许我们有大于这种人间之王镇压了他们 但是最可怕的一个真相还是来了 为什么《山海经》是一本食谱 无论山上的妖怪多么可怕多么奇怪 《山海经》总要告诉你 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但愿我想多了吧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洗洗睡吧 你肯定想多了 你肯定想多了 这光 你肯定想多了 你肯定想多了